其實中西區是一個歷史很悠久的地方 有很多古建築物 我們希望推廣這個中西區的地方 我們就選了四個古建築物 有文武廟、老班先師廟、醫學拔物館和東華醫院 他們的建築都很有特色 通過這些古建築的一些特色 我們就會講一下他們是怎樣去保育和如何去修復 我們會將裡面的故事和其他參加者講解一下 同時我們會把它變成了一鄉、一岸和一武 為什麼叫一鄉呢 因為我們這四個館建築有它的特色 我們會用不同的香味去代表 同時會介紹一下怎樣製香 有很多天然的香料 令到人們在現在這個疫情之下 希望有一種田正的感覺 帶出每一個古建築的感覺 然後其實每個建築物都要有很多修復的過程 我們都會叫一岸 即是一個修復的個案 比如它的瓦頂、木框是怎樣的 我們同時會用一些木槍花 在古建築的木槍花很特別的 我們會給一些 由以前的一些師傅做落的一些木筍入槍 很特別的 我們都會派給人 希望大家從這一種感覺到以前的工匠 和古建築的一些特色 我們就會去拍一些古建築的特色的地方 我們會做一些陸像的 到時就會介紹 同時我們會有一些做保育 和建築方便的一些導師 去解釋它裡面的建築風格 我們會因應這四個建築物 而去編一隻毛 每一個建築物都會有一隻不同的毛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毛 它之餘亦都可以認識多些 我們香港的一些古舊的建築物 是的 其實整個項目 我們都叫做一地一古跡 通過就是一鄉一岸和一武 令到大家是感受到文化的生活 和將藝術融入在你自己 在家裡 就算是因為我們可以一家大小 一起去做這些木槍花 甚至一起去祭鄉 希望是能夠在香港 帶來一種很田征很和諧 同時也都認識了保育的文化 我們就是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 如果在Google 找到我們都會在一個網上 大家就可以填了 填了那個我們有個Google form 大家填了一些資料 我們都會有一些香包 還有會有一些 我們以前做的那些木槍花 那些原材料 就在我們那個文化會的會所裡 大家上來拿就可以了 我們完全免費希望做一些事情 令到大家去認識中西區 和認識這些古建築的特色 那我們一武就會先做的 那接下來在1月23號 就是第一行的了 那你跟著呢 其他的時間 我們每一個地方 會有四個workshop 那我們有四個古建築 那一武會用四個古建築 就加上四段武 那在1月份呢 就會給大家可以參加的 那跟著我們會做一鄉 一鄉呢 就是在這個農曆架的時候 那我們就著這個情人節 那希望在情人節 大家有些活動 留在家裡 那可以一起去濟鄉 那大概在這個2月中 而至於一岸呢 就會在這個2月尾 和3月初的時候 那就會介紹 那也讓大家可以去製造了一些木槍花 是幾有意義的